花蓮明樂街這棟社區大樓 外牆磁磚全都剝落 露出裡面紅磚鋼筋 地面上還有滿滿水泥碎屑 B洞跟C洞還沒有恢復供水 主委表示社區ABC三棟大樓 就有A洞恢復正常供水 已經設了臨時供水站跟廁所 但目前這棟社區大樓 只被評估為黃丹 依規定代表還可居住 我們這棟大樓的主結構 梁柱的部分是沒有損害 其他部分當然是因為 這是87年的老舊建築 補牆勢在必行 天邊現場馬上看到很多住戶 回來收拾家當 寧願住宿舍 那麼一百多戶的社區 只剩六戶人家宛如鬼城 花蓮縣長徐真偉也會同 結構技師到場會看 其實不只這棟建築 花蓮截至今天為止 一共有25件紅丹大樓 黃丹大樓也有14件 學政委表示 紅丹戶臨時租屋 將補助一戶5人最高上限10萬元 也幫助紅丹戶優先找到住所 黃丹戶也是住的心驚驚 同樣也想爭取租屋補助 紅丹和黃丹的部分 如果因為有住宿上的疑慮 可能會到外面是去租房子的話 那這個部分 县政府也會跟中央爭取 比較寬鬆的租屋補貼的部分 近日雨震不斷 花蓮居民只求住了安穩 不要再擔心手帕 民視新聞趙永博 花蓮採訪報導 謝謝大家 好